大家好,我是猪猪,欢迎光临我的迷你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讲贪狼心这颗心在田斋宫 如果你贪到了,你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 你装修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些什么 田斋宫这个宫哈 它每次都要重复一下 就是它在传统意义上 它是一个越稳定越静态越好的这样一个宫位 因为它是我们的祖产继承位 又没有房产倒卖这个事情 所以最好就是爸爸妈妈主上给了我一个大宅 然后我把它给继承下去 就这样,that's it 不要有什么杀破狼心的心 但在现代呢 那就是我们会多了一层很重要的含义 就是房产的买卖,投资,对不对 还有自制房 这是一个市场啊,这是一个商机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阳性心群,包括杀破狼心群 也许反而会有很多的机会 没有什么不好的 那你看那个贪狼这颗心就是这样 贪狼这颗心呢 在紫微读书全书里面就是一句谎话都没有 基本上就是说你也许有祖业 但是呢你也分不了多少 你肯定是抢不过你的兄弟姐妹的 然后如果是逢一些杀性的话 连自制都困难 那只有加火星跟灵星还可以啊 因为这颗心比较怪 它跟无曲一样 它喜欢火星跟灵星 跟它在一起有奇妙的化学反应 但总的来说也没多好 肯定是吊车尾的 但是呢在现在 那这个你当然就不要管这些了嘛 我都说了 杀破狼这个系列 那不就是变动性大吗 它敢闯敢拼敢自制 所以呢你的房产的投机的这个 无论是胆识还是眼光 都会比积月同良性心系 在田斋宫要好 那这个 那你就去折腾嘛 对不对 贪狼这颗心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它自己本身是一颗桃花心 它代表什么呢 享受 它代表才华跟才艺 那么如果我们就 田斋宫啊 关于住家环境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贪狼心在这里 会让你的住家环境怎么样 比较会享受嘛 比较舒服嘛 对不对 所以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你可能把它装修 有些酒吧 你有个吧台 你有个露台 然后你可能有很好的烧烤架 然后周围或者是你住在那种 周围有很多什么酒吧呀 会所呀 然后小店可以逛一逛 那种特别有情趣 有人气的地方 都很像贪狼 所以我个人从来不觉得贪狼 在那个田斋宫中不好 反而我觉得他们买的房子 或者住家的环境 会很很爽的感觉 就是有很多可以享受的东西 那么如果你在国内的话 或者是像如果在中国那种地方 那你的贪狼可能你周围就有很多KTV呀 吃的会所 就是那种特别 特别多可以享受的地方 烧烤串串 然后这种地方 如果是在国外的话 是这样子的 贪狼这颗星同时呢 它也有雅目的性质 所以它也有教育机构的含义 那么你就可以买在什么呢 买在学校附近 或者是我们叫的学区房 贪狼跟天良啊 这两颗星都是买学区房的 还有文昌啊 文曲这种东西 都是可以买学区房的像 尤其是贪狼入庙 或者是他画了一些很有极画 就是他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 贪狼这颗星是很适合买学区房的 尤其是中小学这个级别的学区房 会蛮好的 那么你就看一看吧 那还有就是你看 它有甲木的性质 它有甲木的性质的话 它也跟天良一下一样 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大树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买的是一个老小区 是OK的 或者是买的家的旁边 有很多的大树 这个也是一小部分吧 印到了贪狼的像 那么就是家长们就可以 就可以注意嘛 你就可以在那种贪狼的大运流年 给你的小朋友买学区房 投资学区房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你看贪狼 他喜欢火星跟灵星 对不对 他风火灵的话 一般都是煮那个行特别快的爆发 爆发式的这种购入 爆发式的卖出 所以如果是要进行房产的买入买出 特别是比如说你想同一年进行 你就是找到沙破狼的这个三角 比如说你转到了贪狼 然后又灰了火 就是灰照了火星灵星 那这个年份是OK的 因为它代表你事情的进展会特别快 就OK嘛 对不对 所以贪狼这颗星没有什么 贪狼这颗星 它即便化迹也没有什么 我觉得 因为它不是非常非常怕化迹 贪狼化迹的话 它桃花性质会小一些 它享受的性质会少一些 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 美食啊 然后享受的呀 会所啊 这些会少一些 你在家里的享受会打一个折扣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谁的甜债宫 贪狼是化了技的 你可以反馈一下 你是不是有一种想享受 又享受不到的感觉呢 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我还蛮好奇的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贪狼OK的啦 它不会像七杀的动静性 动荡性这么大 就是它也不会像破军一样 这么的就是不稳定啊 好像总有种要倒腾 折腾一些什么才行 贪狼没有那么的折腾 它还行 尤其是它一旦贪到假木性质 你看啊 贪狼在那些那个水宫 比如说亥子丑这些宫尾 它的水相性质都是很强的 它在银卯城的话 在木相性质都很强 所以可能在亥子丑的这些 它可能更喜欢在家里做一些享受 按摩方疗这些 你就把家里搞得很爽不就行了吗 这也不是问题 按摩浴缸对不对 整个气房搞起来 那如果在木相工位的话 就像我说的 它的学区跟教育有关的 这方面的连接就更紧 你就买学区房 那如果还在火相工位 你要小心一点 什么四五位 这些工位 它一旦会照了火星 灵星就更加小心 就是这个火灾的问题哦 就是可能你火灾保险一定要买好 然后自己最好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 但是也难免经常在家里 可能会有一些被烫伤啊 这种情况 因为它这个 如果走到火工位啊 木生火 它的火气就很重 如果再会照火灵 就爆发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一点要小心行 你看我之前讲破军内气的时候 我说破军的同学 破军在田斋工的话 一定要小心水坏 那你们贪狼在田斋工就一定要小心火灾 OK 所以这就是贪狼心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想讲的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就可以问我啊 包括比如说双心组合的问题 贪狼就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它有两个属性 甲木还有水的性质都有 所以在不同的工位 你们要分开理解就这样子 我想提醒的就这一点 其他的就还好 那如果你们还想给我留言 跟我互动 欢迎去我的微信公众号 珠珠精水 我每个星期都会有原创的博文去加更 那也欢迎你们点赞给我留言 想听什么内容 然后我在那身边会比较容易看到你们的留言 好了 那就是这期就这样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